在乌战方面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区举行的所谓的公投 要不要加入俄国成为俄国的领土 司马昭之心今天是昭然若揭 因为这四个区域公投了四天 然后俄罗斯当局宣布 九成的人都支持 就把这个地方并入俄罗斯好了 那么其中的盾内刺客说是公投支持 就并入俄国的高达九成九 所以一般认为普京很可能 这个星期会宣布 这些公投是人民的意志 直接并吞了乌克兰这四个占领区 但美英法这些国家都说 绝对不承认这个公投的结果 而且这样的结果 他们将对俄罗斯加重制裁 乌克兰遭俄军占领的四个区域 结束了为期四天的入俄公投 俄国当局安插在当地的选举官员 宣布公投结果 三个东部占领区超过九成 支持并入俄罗斯 其中盾内刺客区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南部的赫尔松则是有百分之八十七的人支持 多项证据显示 俄军拿枪杆子 逼乌克兰民众投赞成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揭露 俄军将占领地的乌克兰老百姓赶出去 然后用巴士载俄罗斯人进入投票 俄罗斯总统普钦很可能在周五前往国会发表演说 正式宣布饼吞乌克兰占领区 乌国总统 泽伦斯基 对俄罗斯的制裁 普京发布军事动员令 国内出现不小的抗议声浪 东部一个城市 民众手拉手围成一个圈 在广场上唱歌和跳传统舞蹈 进行和平示威 但最后仍有24个人遭紧张逮捕 俄国当局在全国已经逮捕超过2300人 联合国出面谴责 要求俄罗斯放人 俄罗斯边境仍旧挤满大批想要躲避征召的人 有传闻在入俄公投结束后 俄国政府就会下令封锁边境 因此许多民众干脆把车丢在车阵中 徒步进入乔治亚 不过也有不少热血青年欣然赴战场 他们说要解放乌克兰人民 在俄罗斯并吞的克里米亚被征召的后备军人已集结完毕 其中一半都是中年大叔 普清近日在谈话中表示 军方征召了大量农民 由于目前正值秋收 俄国的粮食生产可能会受到影响 乌克兰在东部的反攻行动 正以稳定的速度前进 这周又在东部夺回了城镇 记者跟着乌军进入被解放的地区 俄军的坦克车玩好的停在路边 放眼望去都是俄军遗体 不久之后 俄国动员的30万后备军人 也将经历这一切 为普清的侵略野心付出生命的代价 TVBS新闻总统报道